面前的男人,有着跟沈科一样的眉眼,身高,年龄,气质,只是他的左脸多了一大片烧伤后的疤痕。 我可以确定,他就是沈科,我不会认错这双漆黑清澈的眼眸。 消失了三年的沈科,在M河上追赶毒枭时为了掩护队友牺牲了。 现在,他完完整整地站在我面前,却把我望得一干二净。 我转身看着身后跟来的同事,面无表情地说,他不是沈科,我们走吧。 回到警局后,我向组织申请,去毒贩最猖獗的地方击毒。 同事都以为我是被今天的事情刺激到了,纷纷劝我,江姐,你刚从上面退下来,身上的伤都没养好,别去了。 我趴在桌子上写申请书,头也没抬地说,不行,我得去,我要完成我对沈科的承诺。 同事们面面相觑,都不再说话了。 谁都知道,沈科是我心底最不能触碰的伤。 手机震动了一瞬,我点开微信,是安元,他约我出去谈一谈。 我紧紧攥着手机,心脏忽然狠狠疼了一下,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将申请信交了上去。 安元站在警局外的空地上,一只手撑着腰,刚刚哭过的眼睛还有些种。 其实我曾经幻想过很多次,要是我和沈科也有孩子就好了,至少我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 可现在,沈科真的有孩子了,我的思绪混乱,张了张口,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沈科走后,我有一段时间疯了一样,每天都在湄公河畔寻找他的踪迹,我总觉得,他没死。 只要我没有找到他的尸体,没有看见他的墓碑,他就没有死。 安元也从国外飞了回来,陪我一起找,那段时间,我浑浑噩噩,经常连续好几天不吃饭,终于病倒了。 领导强制安排我休息,并把我送到进了疗养院,疗愈我心里的创伤。 安元大概是就是在那段时间找到了沈科吧。 他站在我面前,气不成声,对不起,将来,我不是故意骗你,我真的太爱沈科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静静地看着他,自自气血,安元,你知不知道,沈科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与沈科自幼相识,我们的父辈都为警察事业献出了生命,我和他相依为命,只有彼此。 他低下头,默默流眼泪,不说话。 我顿时气不打一出来,上前抓住他的肩膀,安元,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你不知道我多爱沈科吗? 警官小姐,你干什么? 突然,一只手狠狠推了我一把,沈科从一旁的车上快步跑了过来,把安元护在身后。 我呆愣地看着他,心脏一抽一抽地疼。 沈科拧着眉头,眼里全是怒意。 警官小姐,我不是你认识的沈科,我叫周西。 如果你认识的那个人遭受了什么意外,请你节哀。 烦请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死死咬着唇,心痛得无法呼吸,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那个只属于我的沈科,终于变成了另一个人。 去往M国边境的飞机上,我看着窗外洁白无瑕的云层,刺目地让人想落泪。 我用手捂着脸,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曾在M河边三步一扣九步一拜,祈祷各路神仙让沈科在轮回路上少受一点苦。 我也曾幻想,某一天沈科拄着拐出现在我们面前,轻松地说他运气好才捡回一条命。 那天下午,当沈科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突然释怀了,如果没有安援地坚持,也许他真的葬身于冰冷的河水中。 沈科,你太累了,背负了太多,现在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吧,你的理想就让我替你去完成。 小姐,微微沙哑的声音,一只手从身旁伸了过来,递给我一张纸巾。 让我惊讶的是,他居然跟沈科有几分相似,眉眼冷翘,面部线条干净利落,高挺鼻梁上还有一颗飞红的小痣。 我低声说了句谢谢。 他问,失恋了。 我点点头,醒了醒鼻涕。 他轻笑了一声,没再说话,转头看向窗外的云层。 出机场大厅后,我在门口又遇到了他,他似乎是在等人。 我摸了摸身上的包,突然大惊失色,大喊一声,完了。 引得周围人纷纷侧目,我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 他也转过头,疑惑地看着我,怎么了? 我哭丧着脸,我钱包丢了。 他皱起眉头,你有朋友在这里吗? 我摇摇头,我是过来旅游散心的,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 他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几张钞票递给我,你先拿着用吧。 我有些不好意思,那我怎么还给你? 我手机也丢了。 不用了,你自己小心点吧。 他说完,一辆黑色的麦巴赫停在了他面前。 我看着汽车远去背影,走到一个角落掏出手机,发消息,接近目标人物。 发完消息后,我把电话卡拔出来,折断,扔进了马桶,手机也扔进了厕所里的水池中。 确定一切处理好后,我来到了预定的酒店房间。 我打通前台的电话,让他给我送两瓶酒上来。 午夜时分,我穿着吊带,摇摇晃晃地敲响了隔壁房间的房门。 敲了好久,门才开。 救命,我浑身酥软,顺势跌进了一个结实有力的怀抱中。 抱,抱歉,可以帮我打一下120吗? 男人的声音很是低呀,你怎么了? 我好像酒精过敏了。 他把我扶到卫生间,用冷水帮我清醒。 镜子里的我,满脸通红。 裸露的皮肤都透着一层引人遐想的粉红色。 好痒。 我用手拨开薄梗厚的长发,后面是一大片触目惊心的红疹子。 我也逐渐感觉呼吸困难。 我用手捂着喉咙,意识模糊地往后倒了过去。 心里想的却是,混蛋,快接住我呀。 和我想象中一样,他没有让我摔倒在地,他接住我以后,把我扶到了沙发上。 我迷迷糊糊地,突然感觉胳膊一阵刺痛,恍惚中。 我瞥见男人正拿着针管往我的胳膊里注射什么。 我挣扎着推开他,却被他出声制止了。 不要动,很快就好,你酒精过敏刺激了呼吸道,不及时处理会有窒息危险的。 十分钟后,我逐渐缓和了过来。 我看着他清秀的脸,开始施展演技。 我抱着他的腰,痛哭流涕,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今天肯定没了。 他有些无奈地站着,任由我胡乱动弹。 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我哭累了,这才慢慢解释到,我房间里的电话坏掉了。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隔壁是你,我发誓。 我小心翼翼地举起三根手指,观察他的反应。 毕竟这个酒店是这座城市唯一的五星酒店。 外地来的游客住这里很正常。 他揉了揉我的头发,伸出手,别紧张,小哭包,既然我们这么有缘,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楚然。 我破涕而笑,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我叫江莱。 接下来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我请他吃饭看电影。 一个人的旅途总是无聊,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和楚然又约着一起旅游。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顺理成章。 楚然总是惊奇地发现,我们很合拍,仿佛上天注定一般。 我们都不能吃辣,喜欢博尔豪斯,爱看漫威和DC,甚至都有相同的洁癖。 而且,他说,我和他曾经喜欢过的一个女生很像。 我笑着告诉他,这叫做缘分。 缘分个屁,来之前我们把他的底细都查明白了。 M国独销楚子义唯一的弟弟,高科技制毒人才,境内目前最新的毒品都是经过他的手研发出来的。 这份牺牲了我们三个同事的情报,才有机会让我出现在他坐的航班座位旁边。 楚然一直被他哥哥保护得很好,关于他的情报少之又少,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这次的目标,就是通过楚然,接触到楚子义。 值得高兴的是,在温床里长大的楚然并非他兄长般精于算计,他生性单纯善良,甚至有几分恋爱脑。 在我猛烈的温柔公事下,楚然很快就沦陷了。 下着暴雨的夜晚,我们缩在沙发里,我向他诉说我的悲惨童年,爸爸外出打工出世了,妈妈也跑了,是奶奶把我养大的。 家里穷,我只上到了高中就出来工作了,后来谈了男朋友,又被劈腿了,本来我想着用所有的存款来最后挥霍一下就离开这个世界。 昏暗的光线里,我抬眸注视着他的眼睛,诚恳地说,楚然,幸亏遇到了你,我好幸运。 这段话在我心里,已经排练过无数次了。 楚然跟我有着共同的经历,年幼丧父,生活坎坷,人都会对跟自己很像的人惺惺相惜。 楚然的脸肉眼可见地泛起了一层红韵,他的眼睛格外明亮,黑暗中,他紧紧拉住了我的手,将来,以后有我陪你。 和楚子意的首次见面,是在他家附近的餐厅里。 哪怕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在见到楚子意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忍不住颤抖了一瞬。 他的模样跟三年前别无二致,俊朗的眉眼甚至多了几分伶俐和成熟。 他额脚上的那道疤,出自沈柯的枪口。 将来,这是我的哥哥,楚子意。 楚然牵着我的手,微笑着介绍道。 我乖巧地喊了一声,哥哥好。 楚子意慢悠悠地点了一支烟,隔着淡淡的烟雾,我仍能感觉他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楚然察觉了我的尴尬,挡在我面前,哥,将来是个害羞的女孩。 楚子意闻言一笑,抖落烟灰,示意我们落作。 将来,这个名字不错。 我抿了抿唇,抬起头和他对视,这是我奶奶给我取的名字。 楚子意浑身匪气,笑与不笑都给人十足的压迫感,见我毫不避讳地同他对视,他倒多了几分惊讶。 将来,有兴趣在这里发展吗? 我挽着楚然的胳膊,满脸憧憬地望着他,楚然在哪我就在哪。 楚然自然也很开心我这么说,摸了摸我的头发,对,我和将来不能分开。 楚子意下河微微抬起,笑容有几分意味深长。 点菜吧。 吃完饭,我和楚然准备回酒店,楚子意却突然叫住了我们。 将来第一次来这里吧,不如回家坐坐。 我,我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楚然就替我答应了下来。 将来,一起去吧,我家就在附近。 我脸上浮现出一抹害羞的假笑,咬唇点点头。 按照我们对楚子意的了解,他不可能对一个陌生人如此掉以轻心,除非,他是为了试探。 我深呼吸一口气,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保持住人设不能崩,更不能露出任何破绽。 楚家身处山顶的独栋别墅,外面有一圈安保人员把守。 严密的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我们坐在客厅里喝茶,楚子意问起我家里的情况,楚然怕我尴尬,都替我回答了。 闻言后,楚子意薄唇微微勾起一抹笑意。 江小姐身后可真是干净啊。 我咽了咽口水,虽然早就知道这样的背景容易引起她的怀疑,可为了其他同志的安全,不得不这样做。 我还没开口,楚然就有些不高兴了。 哥,你干嘛这么说,从今以后,我就是将来的家人了。 楚子一脸上没什么表情,聊了一会儿就上楼处理工作了。 楚然给我解释道,我哥这个人做生意,性格有些古怪,你别生气。 我摇摇头,转身却看见他家壁橱里,摆放着许多相框,每一个相框里都装着一颗钮扣。 最下面一排,有一颗钮扣,很眼熟。 我呆愣地看了两眼,装作不经意地回头询问,这是什么? 楚然走了过来,表情很是无所谓的样子,一些死人的物件。 我装作被吓到了的样子,躲在他身后,为什么要把死人的东西摆在这里? 楚然解释道,这些都是跟我们做对的人的遗物,摆在这里警醒我们。 那你们,楚然仿佛知道我要问什么,伸出手指抵住我的唇,低声说,不要问。 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我下意识地闭上嘴,沉默着点点头。 我有点渴。 那我去给你倒杯热水,你在这里别乱走。 我仰望着这一强的钮扣,藏在衣袖中的手却忍不住颤抖,指甲陷入了掌心。 此刻,只有疼痛才能让我冷静下来。 每一颗钮扣,都是从我同事的衣服上剪下来的,其中一颗,是沈颗的。 从上到下,仔细一算,共有三十六颗,也意味三十六条鲜活的生命,在此陨落。 我胸口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在看什么? 身后传来一道低沉的嗓音,把我瞬间惊醒。 我回头,厨子义正站在二楼楼梯口,用打量猎物的眼神看我,保唇抿出一丝良意。 我镇定回头,若无其事地说,再看这些艺术品。 艺术品? 厨子义似乎觉得我这个说法很有趣,他弯唇轻笑,微微扬起下颌,二楼有更有多的艺术品,有兴趣吗? 我不知道楼上还有哪些惨不忍睹的东西,可为了打消他的疑心, 我必须装作满脸好奇的样子跟上去。 厨子义打开一间七红色的石木大门,一股混合着福尔玛林的寒气扑面而来。 我尚未反应过来,就被厨子义推了进去,嘘,不要说话。 房间里很黑,没有灯和窗帘,唯一的光源是厨子义手中的手电筒。 我背靠着门板,因为太过于紧张,有些呼吸不上来。 他问,楚然有告诉过你我们是做什么的吗? 我战战兢兢地摇摇头,他似乎很享受我害怕的表情, 转身从架子上拿下来一个玻璃罐子,手电筒微微一晃, 浑浊的液体里似乎有一个人形的生物。 你猜,这是什么? 我手心冒出来一层虚汗,揭霸着回答,不,不知道。 15年前,我的父母卷入了安国的一场帮派战争,他们惨遭虐杀。 这个,是我亲手从仇家女儿肚子里取出来胚胎。 他一边说,一边陶醉地抚摸着玻璃瓶身。 这里,还有很多这样的标本,有警察的,也有叛徒,有失去价值的废物,也有卧底的。 他把玻璃罐子放回架子上,一步一步朝我走了过来,温热的呼吸落在我脸颊上。 黑暗的空间里,他刚抚摸过玻璃罐子的冰冷指尖,捏住了我的下巴,我瞬间不寒而栗。 我很好奇,你喜欢除染哪一点? 我强装镇定,回答道,他哪一点,我都喜欢。 我能感觉到,他的手从下颌移到了我的脖梗,就像舌泪缠绕猎物一般,越来越紧。 他倾笑质问,是吗? 按照丛林法则,更强的人才能获得配偶,你在楚然身上得不到你想要的,不如,跟我。 温热的呼吸越来越近,我倾尽全力,在最后一刻推开了他。 大哥,请你自重,我只爱楚然,不关乎他的身份和地位。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楚子一演出来的,不过是为了试探我罢了。 只有忠贞不渝的女人,才能打消他的顾虑。 可他,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就好。 此刻,我不管不顾大喊的样子,像极了恋爱脑伤头的女人。 哥,你干嘛? 楚子一还准备说什么,却被突然推门而入的楚然打断了。 他看着惊慌失措的我,瞬间懂了。 将来,我们走。 他小心翼翼地牵起我的手,我轻轻侧头, 楚子一竟然一点也不生气,他靠在架子上,垂眸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们。 将来,被吓到了吧。 楚然一边启动车子,一边轻声安抚我。 我做出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咬着唇,低下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他叹了口气,做我们这一行的,对外人的警惕性很高, 我哥的疑心病太重了,你不要生他的气。 我撇过头,询问,你们这一行是哪一行? 楚然微微一愣,抱歉,将来,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 看来他还是没把我当自己人啊。 我懂事地点点头,那我等你愿意告诉我的那一天。 他很欣赏我不刨根问底的态度, 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准备伸过来摸我的头发。 车辆进入一段茂密的森林中, 楚然侧头的时候,瞥了一眼后视镜,突然脸色大变。 系好安全带。 他低声嘱咐我,然后猛打方向盘,把车子拐到了另一条路上。 他神色严肃,让我从他口袋里掏出手机给他哥哥打电话。 我刚艰难地把他的手机拿出来,一声枪响,砰。 车辆失去了控制,往一旁倾斜了过去。 楚然猛踩刹车,车头撞到了一棵粗壮的大树上。 怎么回事? 可能是对头,也有可能是警察。 楚然的腿好像受伤了,我帮他解开安全带,扶着他从另一侧爬了出来。 后来追上来的车没有打开车灯,然而车轮碾压地面的声音却越来越近了,看上去对面是有备而来。 我大胆猜测,后面追上来的人是楚子一安排的。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增进感情的觉悟仅有的好机会,我愿意一事。 我把楚然藏在一旁的草丛里,楚然,你在这里不要说话,我去引开他们。 楚然拉住我的手腕,拒绝道,不行,太危险了。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我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挣脱开他的束缚,打开手电筒,朝相反的方向跑了过去。 我离开的背影应该很像为此冲锋的女战士。 凭借这微弱的灯光,后面的人果然被我吸引了过来。 一道消音器的声音在黑夜中沉闷响起,砰。 我的大腿一阵剧痛,低头一看,居然不是子弹,而是麻醉剂。 我庆幸,我赌对了,果然是楚子一。 我拖着大腿,继续跑了一段路,做出挣扎无果的样子,倒在了路边。 我悠悠醒来时,楚然正坐在床边,满脸壶茶。 她问,将来,为什么愿意救我? 我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因为我只有你了。 在温和阳光的沐浴下,我看见她指尖颤抖,似乎十分感动。 果然,自古以来,感情牌是最好打的一仗。 楚然摸了摸我受伤的腿,向我坦白, 他们是做什么的,以及他们集团在哪,分工如何。 说完这些,楚然依然满脸担忧,将来,你害怕吗? 我紧握住她的手,表明心计。 她吻了吻我的手背,说,我已经做好了你会离开的准备了。 我笑着问她,你会杀了我吗? 她愣住了,旋即摇头,怎么会,我怎么可能伤害你? 那你不怕,我把你们的秘密暴露出去吗? 楚然摸了摸我的头发,你太不了解我们了, 我们有很多精神控制类的药物, 可以让你彻底忘记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我担忧地问,那我也会忘了你吗? 楚然没想到,我会问这个,有些诧异。 我不想忘了你,所以,我要待在你身边。 楚然眼眶湿润,更加用力地抱住了我, 仿佛要我把门融为一体。 谁说只有女人是恋爱脑,男人上透了也会。 这样一个把自己的生死置于身外的女人, 没有理由让她相信会是卧底。 接下来一段时间,楚然开始把我带入他们的核心圈子。 他们的大本营在M国边境,在潮湿闷热的雨林深处, 若不是亲眼看见,很难想象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个研发基地。 进来的时候,身上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必须上脚, 24小时都有巡逻人员。 楚然带我参观了一圈,然后去工作了, 两个小弟带着我在基地里转悠。 你是谁? 突然,一个石头砸在了我脚下, 头顶传来一道不太标准的中文。 我抬起头,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正挂在树上, 满脸警惕地看着我。 阿南,不许没礼貌,这是二公子的女朋友。 他愤愤地看着我,就像一只小猴子似的, 攀着树枝荡走了。 小弟给我解释,阿南的父母在行动中死掉了, 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了然地点点头,看着不远处的一片空地, 好奇地问,那里为什么没有植物? 小弟让我千万不要过去, 那里是个万人坑,埋了很多人, 他们从外面带回来的女人, 附近的村民,或者被抓到的警察, 都埋在那里。 我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艰难地把目光移向另一侧, 低声说,好可怕。 心里想的却是,总有一天, 我会让尸骨回到家乡, 让他们魂归故里。 亲爱的同事,请相信, 那一天不会太远。 原本所有事情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我会在三年之内慢慢渗透进楚氏家族, 可变化总是比计划快。 第二年春天时, 我和楚然正在M和附近街道散步, 前面的人群突然爆发出了一阵骚乱。 仔细一看, 竟然是我们的小弟, 他被一个男人摁在地上, 一套动作十分标准地锁住了他的胳膊。 这一套动作宛如肌肉记忆, 是我们在警校的第一刻。 一旁的女人还在拼命拉着他, 奈何男人的拳头还是像雨点似的落在小弟身上。 周围人越来越多, 男人也慢慢停手, 他直起身子, 似乎有些疑惑地看着这一切。 目光触及他脸颊的那一刻, 我的心脏狠狠抽搐了一下, 沉闷的痛意从胸口蔓延到全身。 竟然是沈柯, 他的动作一气呵成,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警察的身份。 尤其是对警察如此敏感的楚然。 楚然给一旁的小弟使了一个眼色, 便有人跟了上去。 我的心从未像此刻一般忐忑不安, 我找了一个借口上厕所, 在卫生间借了一个女生的手机, 发了一条消息出去。 第二天晚上, 楚子义让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地方。 空旷的仓库里, 一个头套不带的男人跪在地上, 很明显他已经被打了一顿了。 地上有一滩尚未凝固的鲜血, 脑袋无力地垂着。 我的掌心因为情绪起伏而微微潮湿, 楚然帮我擦汗, 温声询问, 怎么了? 我摇摇头, 大姨妈要来了, 肚子有点疼。 她脱下外套披在我肩上, 摸了摸我发白的脸, 那等大哥处理好这件事, 我们就回去。 楚子义从暗处走了出来, 她一身黑色丝织衬衫, 淡薄的唇掀起一抹冷笑, 宛如黑暗里的鬼魅。 她夺步走到我们面前, 指着额头上的那道伤疤, 四年前, 有一个警察, 在我的额头留下了这个。 我一直以为她死了, 没想到, 又让我在这里遇到了她。 你们觉得, 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楚子义审判式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皱起眉头, 你想怎么处理? 楚子义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匕首, 我这个人一向牙字必报。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 你怎么确定是他, 人死还能复生? 容貌确实有所出入, 不过, 楚子义一把掀开她的头套, 这双眼睛我不会忘记的。 沈柯被打得面目全非, 眼眶肿胀, 嘴角还不断往下躺着鲜血。 楚子义一脚踹在了她脊背上, 她痛苦地闷哼了一身, 倒在了地上。 我的心脏仿佛被什么狠狠地揪了起来, 手也不停地在发抖。 弟妹, 你来替我动手吧。 楚子义淡淡地扫了我一眼, 眼神非常冷漠。 大哥, 既然大哥都叫我弟妹了, 那我愿为大哥分忧? 我狠狠地咬了一下舌头, 痛觉才让我有片刻清醒, 强撑着身体走到她面前, 接过那把匕首。 九十九刀, 刀刀见血, 不见骨。 我相信弟妹有这个本领。 我轻轻点头, 口中难着这一个字, 好。 我蹲在沈柯身旁, 手指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 手指却颤抖得连刀都握不稳了。 四年了, 一千四百六十天, 这是我唯一一次如此真实感受到沈柯的真实存在。 几双眼睛都落在我身上, 我知道, 现在我必须动手, 否则厨子一依旧不会信任我。 手上没有沾过血的人, 他们也不敢用。 我宁可, 现在要去死的人是我。 一个小弟跑了进来, 厨总, 外面有人找, 他说, 带了一百万美金, 还有一份资料证明这个人不是警察。 让他进来。 进来的人是安元, 他拎着一个大箱子, 他的目光迅速从我身上掠过。 厨总, 这里是一百万美金, 还有这份他的生平资料。 周西是我的未婚夫, 四年前他经历一场火灾, 毁了半张脸, 但他绝对不是警察, 更不可能跟您有什么过节。 厨子一拿过资料扫了一眼, 随手撕成了两半, 扔在了他面前, 你觉得, 我缺钱。 安元平静地看着他, 我知道楚总不缺钱, 可周西是我父亲认定的女婿, 我想楚总应该也不想惹麻烦吧。 安元家世代从商, 在商界的影响力很大, 想必楚子一也不想无缘无故惹麻烦。 如果楚总愿意放人, 明天, 我会交换一个更大的情报。 不知为何, 我感觉安元的目光有意无意落到了我身上。 他这句话, 倒是引起了楚子一的兴趣, 安小姐的情报听起来很有诱惑力。 我必须看见周西平安离开这里。 楚子一倒也爽快, 他下令放了周西, 并把他送到离开这里最近的一趟航班上。 楚子一拍了拍他的脸, 一字一顿威胁道, 安小姐, 不要食言, 否则, 你父亲也就不了你。 楚然走过来, 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我回过神来, 才发现泪水打湿了脸颊。 楚然以为我是被吓坏了, 用力地抱着我, 不停说着对不起。 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他只是无法违抗楚子一的命令罢了。 我泪流满面地摇摇头, 没事。 半夜, 我又被星红的噩梦惊醒了, 我看着熟睡的楚然, 披了一件衣服, 起身下床。 我坐在阳台上吹风, 突然, 一颗小石子落到了我脚边。 我低头看了一眼, 一道人影在树林中闪过。 我看了一眼床上, 打开卧室的门, 下楼追了过去。 将来, 求你, 舅舅沈科。 我追到那片森林, 还没看清那道人影, 安元突然从一旁的树丛中走了出来, 跪在我面前。 安元抬起头, 满脸泪水, 将来, 我知道你对我还有怨气, 可沈科, 他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而且他已经有了孩子, 你不能再让他去送死了。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皱起眉头, 你想我怎么做? 将来, 你只要暴露你的身份, 这样他就能放过沈科了。 安元哭得很惨, 一把抱住了我的腿, 我和沈科的孩子才一岁, 他不能没有爸爸呀。 将来, 我知道我欠你很多, 下辈子, 我给你当牛做马。 这辈子, 你就成全我和沈科, 好不好? 我看着安元, 突然被他的说辞逗笑了。 我一脚踹开他, 冷冷地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呀? 我完全听不懂, 什么沈科, 我又不认识。 我警告你, 不要再胡言乱语, 像我这种人,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安元不顾一切地又扑了过来, 哭得撕心裂肺, 将来, 你怎么这么自私, 你不是很爱沈科吗? 反正你已经没有亲人了, 就把这个机会留给沈科, 不好吗? 我气得浑身发抖, 这就是我自以为的好姐妹, 安元, 你见不见? 我最后一脚狠狠地踹在他的手臂上,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躺在床上, 楚然迷迷糊糊地抱着我, 把头靠在我的颈窝处, 你干嘛去了? 既然瞒不过他, 我就实话实说, 我出去透了口气, 遇到了那个疯女人拽着我说话, 楚然把我抱得更紧了, 像是怕我离开一样, 别理他, 我割留下他, 也只是为了跟他父亲合作。 他温热地呼吸撒在我的下河处, 有些痒溢, 他似乎快要睡着了, 语气越来越轻, 将来, 无论如何, 我都会保护好你的。 我轻声说, 谢谢你, 楚然。 不出意外的话, 为了他和沈科的幸福生活, 安元今天就会揭穿我的身份。 我看着天花板, 脑海里却浮现出过去的点点滴滴。 沈科, 为了你, 我是愿意的。 第二天, 早晨, 我们被一道尖叫声吵醒了。 小弟在外面疯狂敲门, 二公子, 安小姐被杀了。 楚然看了我一眼, 我举起双手, 一脸懵, 不是我。 他皱起眉头, 我知道, 待会儿我哥要是问你, 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安元在大家眼皮子底下被杀了。 昨晚值夜班的小弟说, 曾看见我出去过。 楚然从身后踹了他一脚, 别他妈瞎说, 安元身上的伤口是枪伤, 将来连怎么开枪都不知道, 怎么会是他。 他力排众意保护我, 就连楚子义都有几分惊讶。 他把玩着一把匕首, 笑容有点冷, 没试过怎么知道。 我怯生生地躲在楚然身后, 小声说, 我真的不会, 楚然握着我的手, 掌心温热, 我知道。 可楚子义显然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 也许从一开始, 他对我的戒心就没有松懈过。 事到如今, 我必须想办法证明自己的忠心了。 我主动向楚然提出, 给我用药吧。 我知道楚然那里有很多控制精神的药物, 也有仅需0.5毫安就能让人吐露真话的药。 楚然自然不愿意, 不行, 那要对大脑不好。 我拽了拽他的衣袖, 没关系, 这样做才能让大家都放心。 我被捆在椅子上, 手脚都被束缚带绑住, 楚然面色凝重地给我打了一针药剂。 五分钟后, 我开始浑身冒冷汗, 心脏剧烈跳动。 十分钟后, 我的意识开始涣散, 整个人就像喝醉了一样, 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朦胧中, 头顶打开了一盏刺眼的灯, 有人捏住了我的下巴, 哑声询问, 是不是你杀了安元? 不, 不是我。 几分钟后, 药物的作用持续发作, 我感觉我的大脑 已经不受我的控制了。 我死死咬住舌头, 攥紧手掌, 指甲前端已经陷入了皮肉中。 你是不是警察? 我拼命控制自己, 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说出来, 我, 不, 是。 片刻后, 另一道声音响起, 你爱楚然吗? 爱, 不知过了多久, 一盆冷水从我头上灌了下来, 解开束缚带的那一刻, 我瞬间瘫软在地。 楚然连忙跑过来抱着我, 低声说, 对不起。 安元的父亲选择了报警, 虽然这件事明面上跟楚子义没有关系, 可他也经不起查。 为了暂避风头, 他决定暂时出境, 临走前, 他把大部分机密文件交给了我和楚然。 走之前, 他说, 弟妹, 等我回来, 给你们办婚礼。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楚子义, 恐怕你走不了了。 两个小时后, 楚子义在机场被扣压了下来。 得知消息后, 我把别墅里所有的扭扣都收集了起来, 细心保存好。 楚然静静地站在我身后, 是你做的。 我没有回头, 片刻后, 一把枪抵在了我的后脑勺。 楚然, 对不起, 我是警察。 我知道。 我手下的动作微微一顿, 微笑着回头, 你怎么知道的? 楚然看着我的眼睛, 垂下睫毛, 眼眶微微泛红, 安原是我杀的。 你注射的药物, 也被我稀释了, 否则, 你扛不过。 我有些惊讶, 这个倒是意料之外, 不过按照楚然的性格, 也正常, 那你为什么不拆穿我? 楚然眼睛里浮现出一抹哀伤的情绪, 声音微颤, 我以为, 我可以感动你。 真是天下第一世纪无敌恋爱脑啊。 傻瓜, 我耸了耸肩, 这下你知道了吧, 自古警匪无可能。 将来, 我想要的东西, 很简单。 楚然轻声说, 如果得不到, 我就毁了它。 我已经料想到了我的结局, 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平静地说, 动手吧, 楚然。 此时, 他却像疯了一样, 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眼红如血, 将来。 你就这么想死吗? 宁愿死, 也不愿意骗我。 对不起啊, 楚然, 但我必须这么做。 我摸了摸他的脸, 下辈子, 你做个好人, 我们再相遇吧。 楚然举起手, 我闭上眼睛, 平静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然而,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疼痛, 只是脖子微微刺痛, 楚然手中举着一个注射器, 眼里有几分阴狠和疯狂, 将来, 我没机会了, 所以, 你和我一起, 做个坏人吧。 这是我新研制的药, 睡一觉, 明天起来, 你就会忘了自己是谁了。 我们, 永远在一起。 我没作声了, 开始扭动起来, 想挣脱他的怀抱。 他却紧紧搂着我, 现在, 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 本是捣毁了一起特大毒品制造运输窝点。 犯罪集团头目楚子意, 下落不明, 请市民朋友们注意, 电视里闪过一张俊秀的面容, 我皱眉看着, 突然头痛如裂。 我的男朋友楚然从沙发上起身, 关掉了电视。 乖, 看电视费神。 据他所说, 我一个月前从高处跌落, 摔到了脑袋, 所以现在什么都记不起了。 我从没怀疑过他的话,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我能够依靠的人只有他了。 楚然说, 若不是我上个月的摔伤, 恐怕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看着镜子里是婚纱的自己, 莫名有些出神, 因为你总感觉, 在这里的应该另有其人。 楚然从背后走来, 抱着我, 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动脉附近。 这次婚礼很简单, 只有我们的一些朋友, 结完婚, 下个月我们就出国。 我愣了愣, 没有回应他。 他也不恼, 只是一下又一下梳理着我的头发, 眼神中有我看不清的暗光。 走出婚纱店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撞到了我, 我回头一看, 有点眼熟, 但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楚然从卫生间里出来, 我若无其事地挽上他的胳膊。 我们婚礼的地点选在了一个山顶上, 虽然地处偏僻, 但楚然布置得很用心, 是我最喜欢的简洁风。 宾客慢慢到场, 都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人。 楚然拉着我的手, 眼神温柔眷恋, 时间快到了, 我们进去吧。 我却站在原地, 纹丝未动。 楚然疑惑地看着我, 我说, 等一下, 人还没到齐。 我的话音刚落, 头顶突然响起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 螺旋桨掀起的巨大风浪, 吹起了我的头沙。 一个小弟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二公子, 外面, 外面都是警察。 楚然俯下身, 冰凉的指尖在我的眼尾划过, 你都想起来了。 我点点头, 一把扯掉了头沙, 任风将它吹散。 什么时候? 我背包里的那三十六颗钮扣。 楚然点点头, 消息是什么时候递出去的? 阿南, 我承诺, 会让他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让他上学。 楚然笑了, 眉目清秀如水。 所以, 亲爱的, 我们只能为敌吗? 楚然, 你不杀博人, 但博人为你而死。 你研制的毒品传播出去, 会毁掉无数的家庭, 还会有更多无辜的人家破人亡。 就像七岁的阿南, 他想要的, 也不过是平静安稳的生活而已。 楚然很平静地伸出手, 我明白了, 将来, 我们没有将来了。 我愿意成就你, 实现你的理想, 来吧, 就当我成为你人生里第一课勋章。 我接过同事递过来的手铐, 靠在楚然的手腕上。 他看着我, 抬起手, 我的同事紧张地举起枪对准了他。 别紧张, 他的头发乱了。 我别过头, 看向不远处, 带下去吧。 砰! 巨大的轰鸣声, 让我暂时失去了知觉, 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 把我们掀翻在地。 枪声混合着哭嚎声此起彼伏, 几乎是在爆炸产生的瞬间, 有人飞扑在我身上, 牢牢地护住了我。 声浪逐渐平息, 我慢慢睁开眼睛, 楚然苍白的脸颊上, 挂着一丝血迹。 他用戴着手铐的手, 轻轻摸了摸我的脸, 语气无比悲伤, 将来,我好后悔, 为什么我是毒贩? 你是警察呢? 你怎么了? 我伸手一摸, 他的后背一片血肉模糊, 蛋片夹杂着血迹流淌在我身上。 他咳出了很多血, 将来,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是我二十多年最安稳的时候。 他的呼吸逐渐衰弱, 声音也越来越轻, 让我,最后保护你一次。 我伸手替他合上双眼, 楚然,谢谢你。 我从他身下爬了出来, 艰难地抬头一看, 四周布满了宾客和同事的尸体。 刚才还积极给我递手铐的女孩子, 这分明是一场无差别报复袭击。 不远处, 楚子义正在和警察僵持着, 他手里挟持着阿南, 另一只手抓着一个炸弹, 我只要将来, 否则这里所有人都给我陪葬。 我拨开人群, 朝他走了过去。 江姐, 别去。 江姐,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我摇摇头, 没有什么办法比我出现更好了。 楚子义, 我知道你只想报复我, 我来了, 放了孩子。 砰, 他一抬手, 子弹贯穿了我的胳膊。 我还来不及感受痛绝, 下一刻, 枪就抵在我的太阳穴上。 将来, 你有种, 骗了我们这么久。 反正都是个死, 不如拉着你们一起垫背。 我手里的这颗炸弹, 只要我一松手, 所有人都会化为肉泥。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楚子义, 你会不会怕? 怕什么? 你手上那么多无辜人的血, 他们会不会来找你追魂索命? 那些警察是吗? 楚子义眼里露出了一抹癫狂的笑, 他们活该, 谁让他们阻拦我发财的路? 现在还有这么多警察陪葬, 我他妈觉得特值。 我也笑了, 那你开枪啊, 怎么不敢了? 怕死是吗? 将来, 你别逼我。 楚子义, 我看不起你, 你不是萧雄, 你只是个懦夫而已。 在他愣在保险栓的瞬间, 我一脚踢在了他拿着炸弹的那只手腕上, 他吃痛, 手一松。 就是现在了。 我飞扑过去, 用身体把炸弹盖住。 闭眼的瞬间, 我看到了沈柯, 他好像来接我了。 对不起, 让你等了我三年。 久等了。 在此次基督警察的追悼会上, 只摆放着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 其他人都引去了个人信息。 江警官的父亲也是基督警, 现在也没有任何亲人可以联系了。 这样也好, 也不用担心被报复了。 一个年轻男子, 牵着一个小男孩来到了这里, 接待的警察走上前去, 很抱歉地说, 周先生, 您妻子遇难的事情, 我们也很抱歉,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 周西看着花圈中摆放着的黑白照片, 询问, 他是谁? 他是我们的江警官, 这次多亏了他深入敌营, 才给我们带回来这么多情报。 他才27岁, 可惜了。 两个警察又对着他的照片深深居了一躬。 周西看着照片上的人, 逐渐听不清周围人说什么, 只是觉得浑身麻木。 他回过神来, 才发现泪水早就打湿了脸颊, 他感觉有些奇怪, 为什么会哭呢? 他也不知道。 心脏仿佛被人揪了一下, 隐隐作痛, 他感到一阵迷茫, 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他总感觉, 他欠了一个承诺, 至于是什么? 他忘记了。 除夕夜, 我无意间发现老公竟还有另一个手机。 有人给他发消息, 越热闹越想你, 孤枕难眠。 他秒回, 在坚持下, 我很快就会娶你。 那女人的微信名叫悠悠, 我老公则叫悠悠我心。 多好笑。 相伴十一年, 信誓旦旦会爱我一辈子的人, 却在我怀着孕的时候, 想要娶别人。 可我凭什么让可耻的背叛者和嚣张的小三得逞? 除夕夜, 我陪婆婆看了会春晚, 头就开始疼了起来。 怀孕两个多月, 我孕期反应很重, 而且稍微嘈杂些的声音就会导致我头疼得厉害。 陆明站看出我的不对劲, 体贴说道, 累了就去休息吧, 我陪妈守岁就行。 婆婆也赶紧扶着我往卧室走, 什么守岁不守岁的, 都是些老习俗罢了, 怎么舒服怎么来, 快去睡觉。 我和陆明站恋爱十年, 结婚一年, 这是我们头一次和婆婆一起过春节。 我曾无数次感慨, 我是有多幸运, 才能在拥有一个完美爱人的同时, 还遇到了一个和善可亲的好婆婆。 婆婆贴心帮我噎好被子, 又细细询问了我初一早晨都想吃什么, 这才离开。 陆明站则坐在我身边, 睡吧, 等你睡着我再走。 窗外晾起烟火, 映着她温柔的眉眼。 十余年过去, 身边的朋友们感情分分合合, 可我们始终是令人羡慕的爱情童话。 一路从校园到婚纱, 又即将迎来新的小生命, 而她也始终是当初满眼满心 全是我的那个少年, 一丝未变。 我心头暖意融融, 忍不住起身, 亲吻了她一下。 自我怀孕便一直遵医主保胎, 我们也就一直没有同过房。 在这个烟花璀璨的浪漫除夕夜, 我忽然很想好好吻一吻她, 可她却把我搂在她脖子上的双手轻轻拿下来, 扶着我躺好, 低声说道, 赶紧睡吧, 你身体弱, 一定要多休息。 我知道她是担心我和宝宝的安全, 而一再克制, 不由满心温暖地握紧她的手。 老公,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童童。 带着笑意, 我很快就睡着。 直到午夜, 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把我惊醒。 我前不久出了场车祸, 落下了一些小毛病。 怕吵, 怕黑, 神经衰弱, 我连忙起床去找陆明站。 客厅里没人, 婆婆也去睡了, 陆明站正独自站在阳台看手机。 我快步走向她。 许是爆竹声太吵, 正名神输入信息的她, 丝毫没察觉我到了她身后。 屏幕是微信的聊天页面。 一个叫悠悠的人给她发的消息, 越热闹越想你, 孤枕难眠。 她的回复, 在坚持下, 我很快就会娶你。 悠悠, 好了我不急, 你这辈子都是我的, 想跑都跑不掉。 悠悠, 别发了, 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陆明站就在我眼皮底下, 一字一字敲上去。 委屈你了宝宝, 我会加倍地爱你, 弥补你。 那一刻, 我脑子里如有火光, 轰隆乍响, 我一把夺过了她的手机。 陆明站被吓了一跳, 反手就要抢回来, 我却死死攥住不放。 可这并不是她平时用的那只手机。 我竟不知, 她什么时候 藏了另一只手机。 我抖着手, 向上翻她和那个女人的聊天记录。 应是她早有准备, 删得很干净。 我只看到她在零点整, 给那女人发了1314元的转账。 那女人收下钱后, 便发来一连串的亲亲, 接着就是我刚刚看到的那些对话。 而我点开她的微信名, 却并不是我所熟知的那个微信号, 而是叫悠悠我心。 真让人恶心。 我愤怒举着手机, 屏幕上正传来那女人紧随其后的消息。 有你这句话, 等多久, 我都不觉得苦。 苦。 合着上赶着做小三, 还做得自我感动上了。 而我那个好老公呢? 前半夜还在跟我畅想, 怎么装饰儿童房, 怎么宠我们娘俩一辈子, 后半夜就跟别人聊骚聊到喊人家宝宝还要娶人家。 我全身颤抖, 用力打了陆明战衣耳光。 童童你别这样, 你别气坏身体, 你听我解释, 解释。 看着他一脸虚伪的焦急, 我眼里擒满了泪, 好啊, 你解释, 我倒要听听你怎么解释。 陆明战垂下头, 把手深深插进头发。 他是我打游戏认识的队友, 我们没有任何实质关系, 只是玩得熟了。 游戏时带着角色什么都说, 聊着聊着就失了分寸, 我马上拉黑他, 保证再也不会惹你生气。 他说着便伸手来拿手机, 我把手机背到身后, 心里凉透了底。 你从来不打游戏的, 陆明战, 你在撒谎。 在一起十一年, 没人比我更了解他。 他满眼急切看着我, 我没骗你, 你怀孕这两个月, 睡得太早。 我晚上无聊, 就开始学着玩游戏打发时间。 统统你相信我。 他眼底的真诚和悔意, 令我又委屈又心痛。 就算他说的是真的, 精神出轨就能原谅吗? 两人情话说得那么熟人, 他们离下一步实质性出轨, 还会远吗?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乱叫, 头疼男人。 我仔仔细细看着眼前的男人, 曾经他望着我的目光里, 无论何时, 都呈满浓浓的温柔和爱意。 可眼下, 他谋底只有令我陌生的愧疚和闪躲, 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这真的是深爱我十一年的那个陆明站吗? 我很小的时候, 爸爸为了改善家里生活, 从体制内辞职, 下海经商。 我们家没几年, 就成了邻居们羡慕不已的万元户。 可是, 爸爸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偶尔回来一次, 不是打妈妈, 就是打我。 他曾把我打到鼓膜穿孔, 导致我至今诱饵的听力都有问题。 以至于我长大后, 格外抗拒男性, 不管是男同学还是男老师, 我都带着一种恐惧夹杂着厌恶的情绪, 深深排斥。 直到大学里, 遇见陆明站, 他用一点一滴的温暖, 慢慢融化了我心里的冰, 我永远都忘不掉。 大三时我们去爬山的那个秋天, 那时太年轻, 总觉得避开人多嘈杂的景区, 去爬人少的野山才有趣。 结果爬到一半, 忽然下起大雨, 我们迷了路。 因为没经验, 我们没有准备冲锋衣和任何保暖装备。 他就把他的外衣外裤一股脑全裹在我身上, 自己动得嘴唇发紫, 还不忘给我讲笑话, 安抚我的紧张。 雨越下越大, 明明是正午时分, 天却黑得可怕。 隆隆的闷雷从头顶滚过, 阴森又恐怖。 而山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快要冻死的我们, 求救无门, 只能硬着头皮在急风立雨中艰难寻找来时那条路。 又冷又怕的我, 虚弱的哭声被淹没在风雨里。 陆明站, 如果我们下不了山, 会冻死在这里吗? 他紧紧抱住我, 别怕彤彤, 要死也只死我一个, 我绝不会让你有事。 万幸我们后来遇上了秋收雾在山里躲雨的一家村民。 他们好心给我们两件容易暖身体, 我至今都忘不了陆明站当时带着哭音对他们说, 我不要, 都给我女朋友, 只要她好好的就行。 可她明明比我失温更严重, 下了山就进了医院, 时间她真的好可怕。 竟然当年一心一意爱着我的那个人, 无情背叛了我。 并且, 她不仅摧毁了我对她全部的信任, 还崩塌了我的理智。 我双目失神地看着她, 仿佛看见了父母婚姻里变得暴虐冷血, 令我无比憎恶的爸爸, 我的食指渐渐掐尽掌心。 我是不会像妈妈一样懦弱隐忍的。 我不好过, 也绝不让她和那个女人好过。 童童, 你说句话, 你别吓我好不好。 陆明站跪在我身前, 看着我的一脸苍白, 紧紧握住我的手。 十一年啊, 陆明站。 十一年的感情, 你说悔就给悔了, 我红着眼, 狠狠将她推开。 她一个不稳向后摔倒, 连带着打翻了茶几上的果盘。 响声惊动了婆婆, 她很快就披衣跑了出来。 这是怎么了? 好好的, 怎么吵架了? 我把手机屏幕举给她, 嘲讽地笑, 陆明站出轨了。 婆婆脸色大变, 她马上把我颤抖冰凉的双手, 暖在她的掌心里, 你先别急啊, 童童, 不管发生什么, 都有妈给你做主。 这一生做主, 立刻让我强忍了许久的眼泪, 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小时候, 我们母女被我爸抛弃后, 妈妈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过大, 对我经常打骂, 从没好脸色, 而我上高中后, 她又组了新家, 有了新的孩子, 此后, 我便渐渐没了家。 人在外受了委屈的时候, 往往第一个想要倾诉和依靠的人, 就是妈妈。 可我从来只有我自己, 如今来自婆婆的这份母亲般的温暖, 瞬间便让我泪如雨下。 眼看我气不成声, 婆婆忙搂住我的肩膀, 急得哑了嗓子, 不哭了哑童童, 听妈话。 如果明站真干出这种事, 我绝对饶不了她。 她越说越气, 竟冲过去狠狠捶了路明站两拳, 羊手又扇了她一巴掌。 你要是真干出出轨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婆婆手筋不清, 陆明站的脸迅速肿胀起来。 她眼尾泛红, 望着她, 妈, 我错了, 我只是, 她捂住眼, 深深吸了口气, 继而声音哽咽, 我不该网恋打发时间, 但我没有跟她见面, 没有背叛童童, 没有。 婆婆愤怒痴骂道, 你要敢撒谎, 别说童童不会原谅你, 我也不会原谅你。 她边说, 静边从我手里抢过那只手机, 直接给那个悠悠播通了视频通话, 那边很快就接起, 我看见一张年轻明媚的笑脸, 只是那笑容, 在看见视频这端的婆婆时, 僵在脸上。 婆婆劈头就骂, 你知不知道陆明站是有老婆的, 年纪轻轻你干什么不好, 怎么就非要破坏别人的家庭。 你父母要是没教过你怎么做人, 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 那女孩深深吸了口气, 毫不客气回怼, 摇个天而已, 我怎么就破坏她家庭了。 我们不过是游戏里做情侣, 做夫妻玩玩罢了, 又没见过面, 爱着你们谁了。 她要真想离婚, 那是她的事, 你教育你儿子去, 跟我说不着。 她说完就怒冲冲挂了视频, 婆婆自视气得不轻, 她又骂了陆明站好一通, 亲眼看着她拉黑了她, 反过来又来安慰我。 妈知道你委屈, 但好歹明站只是网上做妖, 你看在妈面子上, 原谅她这一回好不好。 明站打十八岁起就喜欢你, 这么多年了, 她从来都一心对你, 甚至为了你。 她,她, 婆婆忽然净落了泪, 捂住脸抽泣起来。 好一会儿, 她才缓着情绪, 哽咽求我, 妈是看着明站喜欢你这么多年, 一路看过来的。 她心里真的只有你, 好童童, 你千万别动, 大气伤了身子, 算妈求你。 妈就希望你们每一个 都平平安安, 千万都要平平安安的。 头痛欲裂的我, 麻木地听着她的哭声, 神思恍惚地望着一脸灰暗满眼 忏悔的陆明站。 我们是彼此的初恋, 从青春年少 一路相伴至今的感情, 说放下就放下, 没可能。 但我对未来已经失去了信心, 所以, 她的孩子我不打算要了。 破裂家庭的苦, 我一个人受就够了, 绝不让孩子也像我一样 生活在那样窒息的阴影中。 假期结束, 我就避开他们, 独自去打掉它。 万家团圆的春节假期, 于我而言, 变得度日如年般煎熬。 从早起到睡下, 陆明站时时刻刻 小心翼翼地讨好着我。 她当着我的面 把那个手机卡毁掉, 发誓以后再也不会 做让我伤心的事。 而婆婆更是变着花样 给我做好吃的, 挖空心思哄我开心。 甚至陆明站还主动 见兮兮拿着理发器来找我, 彤彤, 再给我做个发型吧。 那是2020年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 居家躲病毒躲了几个月, 我看着陆明站 日渐变长的头发, 取笑着要给她梳个小辫子。 她却一本正经 拿着剃须刀, 让我给她 羞羞太遮眼睛的 额前碎发。 她是真敢想, 我是真敢敢。 我迷之自信地觉得, 把长的地方 稍微有层次地削短些, 没什么难的。 结果, 我把她硬生生 给削成了西瓜太郎, 扔下剃须刀, 我们俩对着镜子, 抱在一起削成一团。 她不仅没生我的气, 反而还夸我有创意, 让她体验了一把 换脸人生。 可天知道, 她是个有头有脸的 大经理啊。 视频会议上, 她顶着西瓜头 给属下部署工作时, 属下们先是震惊, 继而狂笑。 她却不急不恼, 清了清嗓子, 我媳妇头一次理发, 你们给点面子, 很难吗? 谁能知道 那一刻我的心情呢? 心里就像被塞满了软软的奶糖, 甜得不像样子, 而我看着现在眼前刻意讨好我的陆明湛, 只觉得物是人非, 心头色地发苦。 我当然不会有那个心情在为她理发, 只是, 我们曾经拥有那么多的美好回忆。 当某一个时刻, 那些回忆都细细秘密涌上心头的时候, 加上陆明湛真心悔过的表现, 和婆婆细心的疼爱, 让我们之间紧张的气氛, 不由自主地缓和了许多。 大年初期, 陆明湛上班前, 反反复复叮嘱婆婆, 她一个人在家照顾我, 务必要注意哪些细节, 有事随时打电话给她。 她对我, 从来都极为细心体贴。 说不感动是假的。 以至于我骗婆婆去物业更新门禁卡, 实际上要去医院做流产时, 我坐在车里, 迟迟没有启动。 毕竟是生长在我身体里的血肉, 我已经小心呵护了她两个多月, 如今真的要杀死她, 我不可能一点难过都没有。 我闭上眼, 脑子里全是陆明湛对我的好。 甚至前夜, 我还做了个奇奇怪怪的噩梦, 梦见我从医院的楼顶一跃而下, 陆明湛则痛哭失声地 用身体垫在我身下, 满面鲜血地求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 我并不迷信, 可这个梦还是让我心里堵得慌, 头也又开始嘶嘶拉拉疼了起来。 我终于还是红灼眼下了车, 往家走去。 那场车祸后, 医生嘱咐过我尽量不要独自开车, 我也不想刚侥幸躲过一次事故, 再去把自己陷入危险中。 打开家门, 我刚换了拖鞋, 就听见婆婆的卧室里传来她的哭声。 说实话, 不管我和陆明湛有多大的矛盾, 我对婆婆是真心感激和喜欢的。 我于是赶紧想过去看看她, 却在走到她门边, 听清她声音那一刻, 浑身僵直, 悠悠啊, 妈做梦都想把你接回家。 临统那里, 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只是委屈了你, 妈以后一定加倍疼你, 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婆婆哭着打电话的声音, 仿佛电钻在往我脑子里钻。 我捂住痛得尖锐的头, 几乎要喘不上气来。 她说她和小三是一家人, 那我呢? 她们母子真是演得一出好双簧啊。 这是把我当傻子耍吗? 我连连后退, 飞快跑出了家。 寒冷的街头, 陌生的北城, 我悲哀发现, 自己竟连一个倾诉对象都没有。 两年前, 陆明站工作表现出众, 总公司派她来北城开拓分公司, 担任分公司总经理。 这无疑是个极好的机遇, 可是她却放不下孤身一人的我, 不想和我分隔两地。 为了成就她的事业, 也为了避免长期的异地生活令感情生变, 我毫不犹豫辞了职, 陪着她一起来了北城。 一切都安顿妥当后, 我在找工作的间隙, 随手把平时自己做的美食 发布到视频号上, 没想到短短时间 却收获了许多粉丝和平台的邀约。 我索性就专心做起了美食博主, 既能有更充裕的时间 经营我们的小家, 也能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和收入。 可缺点便是, 我渐渐和人际社会分割开来, 每天打交道的都是些陌生的网友。 这也是我在得知 陆明站网恋背叛我时 格外痛苦的原因。 因为我再清楚不过, 和网友日渐熟悉感情加深的结果, 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向现实。 而现在更加令我绝望的是, 它恐怕根本就不是网恋, 它是真的出轨了, 并且婆婆静和它连起手来欺骗我。 那个小三更是好手腕, 居然陆明站昏都还没离, 它就笼络好了陆明站的骂。 可是,凭什么? 我凭什么让可耻的背叛者和嚣张的小三得逞? 身败名列, 鸡飞狗跳, 才应该是它们的下场。 越爱, 便越恨。 我拼命擦着眼睛, 把眼泪一颗颗揉碎在掌心里。 情绪平静后, 我回了家。 婆婆正在厨房为我做午饭, 操作台上买好了各色洗净的蔬菜。 我猜你也该回来了, 果然。 她笑着迎向我, 给你包了碗红枣银耳羹, 快来暖和暖和。 看着她虚伪的笑脸, 我也勉强撑出一个笑来, 辛苦了, 妈。 婆婆边往厨房去给我盛汤, 边笑道, 傻孩子, 跟妈客气什么呢? 好, 那就不必客气。 我对着她的背影, 冷笑了下。 妈, 中午我想吃饺子。 想吃饺子呀。 婆婆把银耳羹递到我面前, 我已经做了煲仔饭, 能不能晚上再吃饺子。 吃不下煲仔饭, 就想吃饺子, 猪肉白菜馅的, 菜和肉都不要搅鲜鸡脚, 手剁的才像。 婆婆看了下时间, 笑道, 好好好, 妈现在就赶紧给你做。 眼看她开始和面剁线, 忙得不得闲, 我便悄悄去了她的房间。 我知道她的密码, 顺利打开了手机。 可无论是通话记录, 还是聊天软件, 都删得干干净净, 我根本拿不到 那个小三的任何信息。 我都忍不住佩服起她来了, 一把年纪, 无论演技还是反侦查, 都这么出色。 我想了想, 又试着搜了一下 她在几个购物APP上的地址管理。 我宁没一条条看着, 很快, 我的目光定在一个叫许小姐的收件人上。 那地址和门牌号, 让我的脑子呼得就嗡嗡响了起来, 我软着脚, 一步步走到阳台, 看着正对着我家的那一户。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难怪陆明站最近总是喜欢对着阳台发呆, 难怪。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感情他们偷情都偷到我眼皮底下了。 我强压住心头的愤怒, 立刻回房间给关系不错在另一座城市的前同事打去电话。 去年他经历了老公出轨和离婚大战, 雇过几个私家侦探。 我拿来那几个电话, 果然有一家也在北城有服务。 我按对方要求把陆明站的一些信息发过去后, 联系妥当, 便立刻去了物业。 我故意爆出那个门牌号, 说放在门口的东西丢了, 让物业帮忙查监控。 物业先和我核实业主姓名, 徐悠悠女士对吗? 我一阵眩运。 我万万没想到, 陆明站竟然以他的名字为他买了房, 而他给他花的每一分钱, 我都要如数追回来, 我压住痛得发紧的太阳穴, 哑声点头, 是的, 请您签个字, 跟我来中控室。 好的, 谢谢。 监控画面很快就由近几远, 给我倒了出来。 接连数天, 没有任何动静。 直到倒回大年初一那天, 天刚刚亮, 那个徐悠悠就戴着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 拖着皮箱离开了楼门。 难怪我今天刚出门, 婆婆就迫不及待联系她, 原来是因为除夕夜我发现了她们的关系, 而被迫把徐悠悠赶走了, 她放不下徐悠悠。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强压着怒火。 再往前, 蜡月二十七, 那晚七点多, 我清楚看见了路名站进楼的身影。 而过年前连着好几晚, 她都说她要为假期赶加班, 每天都是夜里十一点多才回来, 闹了半天, 是去小三的房里加班了。 她们哪里是没见过面地网友? 她们是不知廉耻的出轨者偷欢者。 我宁愿她背叛后, 对我实话实说, 也好过她们母子这样明目张胆欺负我身后, 没有父母撑腰。 我忍着头部剧痛, 脚步虚浮地离开物业。 果然是最爱的人捅的刀子, 最痛。 可我不能白白挨了这一刀, 我要捅回去。 我要把我手里保存下来的除夕龌龊聊天, 和后面从私家侦探那里得来的证据 全都交给路名站的公司, 足够她被开除, 毁了职业生涯, 我还要利用我几十万粉丝的优势, 把她和许悠悠的丑事挂出来。 我要让她们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我要让她们从此上步的街, 见步的光。 心如刀脚尖, 我扶着路边的小树, 艰难的深呼吸。 刚好电话响起, 正是那个私家侦探。 我没想到她回话竟回得这么快, 连忙接起。 林女士, 您确定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吗? 没错, 怎么了? 但是您提供的这位路名站先生, 他已经去世了。 去世的字眼, 让我的大脑瞬间空白了几秒。 这话好熟啊, 我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脑子里随即疯狂想起, 分乱尖锐交杂在一起的各种声响。 有刺耳的刹车声, 有剧烈的碰撞声, 有呼啸的鸣笛声, 还有悲痛欲绝的大哭声, 还有很多很多个不同的男男女女, 忽远忽近的说话声。 路名站先生去世了, 请节哀。 林女士, 请你冷静些, 人死不能复生, 只有你好好活着, 他才能安息。 谁是路名站先生的家属? 请在遗体火化单上签字。 太吵了, 真的太吵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捂住剧痛无比的头, 大口大口地喘息。 姑娘,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要帮忙吗? 耳边隐隐传来路人询问的声音, 我茫然看过去, 视线里却白茫茫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唯独只有路名站的脸, 时而模糊, 时而清晰。 啊对, 我好像想起来了。 那天出车祸的时候, 车上只有我自己, 没有他。 只是个小事故, 我都没死, 他又怎么可能会死呢? 我捂住耳朵, 拼命摇头, 他们说你死了, 他们是骗我的对不对? 他们就是不想帮我查你, 就编假话来骗我, 是这样吗? 眼前的路名站猛的就消失不见, 我睁大眼睛四处找他, 却看到他正脸色七白盖着白布 躺在我身前, 我狠狠一抖, 连忙去抱他, 不怕阿湛, 我马上带你回家, 我是不会让他们 把你一个人丢在太平间的, 可当我想要抱他的手触到的 只是冰冷地面的那一刻, 我恍然正逐, 快要腾裂开的脑子里, 陡然有很多凌乱的碎片, 在刹那间往一起拼凑, 我一下子就看见那一天车祸现场, 那满眼满眼的鲜血, 刺目的血红, 一点一点复苏了我的记忆, 我拼命去摸去吻那些鲜血, 因为那全是我的阿湛, 他为我流的血啊, 我浮在地上, 失声痛哭, 不要走阿湛, 别丢下我一个人好不好, 心脏骤然被掏空的巨大恐惧和疼痛, 令我眼前一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醒来的时候, 躺在医院里, 童童, 你感觉怎么样啊, 别吓唬妈, 妈真的再也经不起下了, 婆婆红肿着眼睛, 嗓子也哑得厉害, 我伸出手去, 握住她微斗的手, 问出我最害怕的是, 妈, 我的孩子, 她还好吗? 婆婆连连点头, 宝宝没事, 你安心养身体, 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 补补就恢复了, 我松了口气, 眼角立即躺下泪来, 我和阿湛的孩子, 她千万不能有事, 见我哭了, 婆婆赶紧帮我擦眼泪, 别紧张, 医生说你今天突然晕倒, 还是之前车祸时 头部受伤的原因, 这个急不得, 要慢慢痒, 都怪我大意, 以后无论你去哪里, 我都不会让你自己出去, 要么我陪着, 要么明站陪着, 我们一定不会再让 今天这种事发生, 我看向她身旁一脸 焦灼的陆明站, 心底五味杂陈, 歉疚, 感激, 惭愧, 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令我甚至觉得无颜面对她, 头依旧疼得厉害, 可我现在, 全都想起来了, 这世上最爱我的那个人, 我的阿湛, 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 而我在接受不了他的离去, 而自杀被救后, 极度的痛苦, 令我受伤的大脑, 开始应激保护, 逃避那天发生的一切, 我大把大把的脱发, 我忘记了很多的事, 却唯独把和陆明站的点点滴滴, 记得一清二楚, 我病了, 我坚定相信那天的车祸, 他根本就不在场, 所以他就会永远永远地陪在我身边, 而眼前人, 他善良的母亲和弟弟, 就心甘情愿地为我演戏, 他们只想让我好好活下去, 不要再记起那心碎的一幕, 不要再做随阿湛而去的傻事, 可我如何能好好活下去, 我的阿湛, 他是为我而死啊, 睁眼闭眼, 我无数次追心刺骨地悔恨, 悔恨自己那一天, 为什么要去那个饭店, 为什么要走那一条路,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 或者晚一点, 为什么偏偏就在那个时候, 一个多月前的那天, 是我的生日, 以往我们无论谁过生日, 两个人都会请好一天的嫁陪对方, 可是那天, 陆明站偏偏有个重要的客户告访, 他忙了整整一上午才结束, 我们约好去我种草很久的一家网红店吃午饭, 因为我想尝尝那几道网红菜, 也自己做做看, 原因无他, 只是陆明站最爱吃我做的饭菜, 我每天中午都换着花样, 给他带营养美味的爱心午餐, 但最近实在想不出新菜谱, 才想要出去找灵感, 他本来说回家来接我, 而我却提前叫了辆车去他公司等他, 鲜花蛋糕美食, 自然要品些美酒, 自己开车就不方便了, 而在车上, 我们还闹了点小矛盾, 有个粉丝朋友因为一道甜品的火候总是掌握不好, 几次三番向我求助, 我于是反复看他发来的步骤, 帮他找问题所在, 陆明站劝我好几次不要看手机, 他说我每天都不停在看手机, 尤其车上看屏幕非常伤眼镜, 可我当时只想快点把问题解决, 就没理他, 他笑着弹了一下我的头, 却把我弹恼了, 我黑着脸让他别管我, 后来我总是回忆不起, 他谈那一下是不是真的很疼, 或者说又能有多疼, 净值得我凶他, 以至于在他真的永远也不能再管我以后, 我日日夜夜追悔莫及, 肝肠寸断, 因为在我凶完他没多久, 车便狠狠一抖, 我只听见司机仓皇间骂了一句, 迎面车道冲来的巨大碰撞便在下一秒爆发, 坐在司机身后的陆明站瞬间便将身旁的我紧紧护在了怀里, 他把我死死搂在胸口, 一只手牢牢估住我的身体, 另一只手臂则圈紧护住我的头, 尽管我们都系了安全带, 可剧烈的撞击让我们跟着车一起翻滚时, 身体依然被疯狂冲撞, 是陆明站街市的身躯像坚不可摧的保护罩一样, 牢牢把我估紧, 用他的身体为我挡住了可怕的撞击和伤害, 而他的血则从一滴两滴, 渐渐如倾泻般, 留了我满脸, 满身, 彤彤别怕, 没事的, 那是他匆忙护住我时, 仓皇喊出的安慰声, 不哭彤彤, 好好, 活下去, 那是他死死扛住身体被刺穿被挤压的剧痛, 依然拼死孤仅我不肯松开一分一毫时, 在我耳边痛苦难处的, 他在这世上留给我的, 最后一句话, 他滚烫的鲜血, 浸透了我的全身, 我痛彻心扉地意识到, 大三那年, 在暴雨肆虐的大山里, 他说出那句, 要死也只死他一个, 他绝不会让我有事, 绝不是说说而已, 可我, 宁愿他只是说说而已啊, 我宁愿跟他一起去死, 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后来我听说, 我们被消防员就出使, 陆明湛已经僵硬的身体, 依然死死紧箍着我, 纵然处理过无数的惨烈车祸, 他们却在把鲜血满身的我 从他的致死庇护中救出来时, 全都落了泪, 他的尸体旁, 凌乱破碎的, 是他为我精心定制的蛋糕和鲜花, 那是这一生, 我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从此我再没有生日了, 痛苦的回忆, 令我泪水滂沱, 我望着病床前, 对我满眼关切的婆婆和阿湛的弟弟, 陆明泽, 根本没法形容心底的感激和亏欠, 陆明泽红灼眼望着我, 低雅开口, 对不起童童, 别哭了, 都是我的错, 我发誓我以后绝不会再惹你伤心, 他哽咽着重复, 我发誓, 婆婆哭着推他, 你给童童跪下发誓, 他们还以为, 我是为他的出轨而哭, 我连忙起身扶住陆明泽, 泪眼看着他们母子, 缓缓在病床上, 向他们扶跪下去, 婆婆慌慌扶住我, 童童你这是干什么, 该说对不起的人, 是我, 妈, 对不起, 我痛哭失声, 当时撞向我们的, 是一个罪驾的疯子, 那疯子和我们车的司机当场身亡, 而陆明泽原本坐在司机后的位置, 那个位置直到车损毁时, 都还有能令人生还的空间, 可他偏偏选择轻身来保护我, 是我欠他儿子一条命, 一个母亲在丧子的剧痛之下, 或许可能会失去理智地恨我, 骂我, 甚至打我的吧, 可他却在他儿子葬礼上, 在我悲痛大哭着说阿湛走后, 我从此在没有亲人时, 紧紧抱住我, 告诉我, 从此他们一家永远是我的亲人, 他更是在我自杀被救后, 在看到我脑子因病错乱后, 毅然拉着他另一个儿子, 陪我演戏, 小心翼翼护着我平安活下去, 他给我的温暖, 比我妈给我的都要多, 我却在误以为我的阿湛背叛我之后, 故意折腾他, 甚至差点杀死了我和阿湛的孩子, 支撑他信念的他的孙儿, 我向他们痛哭忏悔, 对不起妈, 对不起明泽, 我全都想起来了, 对不起, 他们两人正主, 继而, 婆婆抱住我, 和我相拥而弃, 当时我身陷在陆明站死去时的场景里, 无法走出, 我尤其不能原谅自己, 那一天, 我为什么要为那么小的事而凶他, 哪怕我们最后的相处是甜甜蜜蜜的, 留给他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幕记忆, 是温馨幸福的, 我也不会这么痛苦绝望, 所以我根本没法安心活下去, 而我自杀想要追随阿湛而去时, 并不知我已经怀有身孕, 那个小小的我们的骨肉啊, 他是那么顽强, 他陪着我死, 陪着我病, 陪着我痛, 陪着我活, 所以我在恢复记忆后得知, 上有阿湛送给我的这份珍贵的礼物, 留在人间陪着我时, 我无论多么痛不欲生, 也告诉自己, 必须坚强活下去, 当初没能瞒住陆家奶奶陆明湛的死讯, 痛失爱孙的老人一病不起, 所以公公留在老家照顾老人, 婆婆则带着陆明泽和她的女朋友来到北城照顾我, 谁知我自杀醒来后, 大脑记忆错乱, 我坚定认为陆明湛那一天一直在上班, 根本没有抽出时间去陪我过生日, 所以出车祸的只有我一人, 他们为了让我重获活下去的勇气, 便顺着我, 让身边所有知情人, 包括我的主治医生, 都瞒住我陆明湛的死讯, 为我编造了这样一个美丽的谎言, 现在, 我的梦碎了, 心也跟着碎了, 可是前路, 还是要努力走下去, 日子过得很快, 在公婆一家人的温暖陪伴中,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我和阿湛的宝贝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她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我给她起名叫陆瑶, 或许是上天怜我, 儿子往往像妈妈, 可我的陆瑶越长大, 眉眼越像我的阿湛, 陆瑶断了母乳的那一天, 我终于不必再小心翼翼压抑自己的悲痛, 不用再担心我的悲痛会伤害到她的那一天, 我一个人, 在深夜里, 来到了当初我和阿湛出世的那条街, 树叶摇曳的路灯下, 我站在当时我们的车被撞飞的路面处, 地上隐隐约约的乌黑和划痕, 让我仿佛还身处那一日阿湛仅是有力的怀抱里, 我蹲在地上, 轻轻抚摸着那依稀是阿湛鲜血的痕迹, 是, 或不是, 又怎样呢? 我知道她就在这里, 我摸啊, 摸啊, 却怎么都摸不够, 我所幸福在地上, 仿佛这样就能紧紧抱住我的阿湛, 让她知道我有多么多么地想念她, 我的眼泪一颗颗落在地面, 一颗颗溶进她的血液里, 阿湛, 安息吧, 我会把我们的儿子好好养大, 然后就去找你, 时光飞逝, 转眼二十年了, 二十年来, 我始终和公婆生活在一起, 他们像疼女儿一样疼爱我, 我也像孝顺亲生父母一样爱着他们, 直到把机遇成疾的他们, 先后送走, 看着有叔叔婶婶真心疼爱呵护着的路遥, 我终于没什么牵挂了, 我怕时间太久, 阿湛她等不及, 而其实我瞒着所有人, 多年来, 我的病情越来越重, 我每时每刻都在头痛中煎熬, 整夜整夜地睡不了觉, 一个人在昼夜不眠的状态里, 靠着止痛要度日, 又能活多久呢? 我能撑着替阿湛把公婆送走, 已经是我的极限, 一个夏日的夜晚, 星光璀璨, 那是我和阿湛初次相遇的纪念日, 我精心为自己化了个淡淡的妆, 吞下了终于能让我好好睡一觉的药片, 我抱着阿湛的照片, 笑着睡去, 耳边忽然响起阿湛的叹息声, 童童, 你不听话, 我慌忙睁开眼, 阿湛他竟站在我的床边, 含笑向我伸出手来, 我扑进他的怀里, 紧紧地, 紧紧地, 抱住了他, 泪水洒了他满身, 真好, 阿湛, 你还在我身边, 二十年来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 我在无眠和痛苦中无数次的难过, 我的阿湛, 他怎么不在我身边, 现在, 我的爱人, 他终于回到了我身边, 我们永永远远, 再也不会分开了, 陆明泽翻外, 我比我哥小两岁, 我们长得很像, 性格却截然不同, 按我妈的话说, 我哥是上天送给他的天使, 而我是充画费赠送的皮猴子, 我哥是学霸, 我是学渣, 而且是那种无论学霸怎么帮都带不动的学渣, 我哥性子稳重彬彬有礼, 我则对天对地是个大刺头, 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哥俩感情好, 尤其在我高考考的一塌糊涂, 爸妈只能把我送出国, 混个海外学历傍身的时候, 我哥在我最沮丧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之时, 摟着我的肩膀告诉我, 天生我才必有用, 只要我开开心心闯出自己喜欢的一片天地就可以, 家里的一切都有他, 不用我操心, 正是因为始终都有我哥的鼓励和支持, 爸妈也从没对我这个不省心的儿子有过半分埋怨责骂, 全家人用爱和温暖给颓丧的我打气, 我才得以卸下包袱, 重新轻松起来, 渐渐的, 我外相的性格让我在国外混得不错, 甚至凭着小聪明在留学的时候赚了不少钱, 毕业后就注册了自己的一家贸易公司, 风风火火打算大干一场,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哥出事了, 接到我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电话时, 我腿都软了, 我连夜飞回国, 见到我哥被入恋师努力拼凑好的尸体时, 从小到大压根没掉过几滴眼泪的 我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骂老天不长眼, 如果我们哥俩非要有一个人贪上薄命, 那就冲我来啊, 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我哥一生平安, 可他妈的这不长眼的老天, 为什么要祸害我哥? 为什么? 我当时简直要疯了, 我完全不能接受失去我哥这个事实, 但我看着几乎哭晕过去的父母, 和全然崩溃的嫂子林童, 我才渐渐从疯狂的剧痛中清醒过来, 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哥哥护着我, 把我当个孩子宠, 可现在他走了, 就该由我来撑住这个家, 替他照顾好父母, 以及他用生命护下来的妻子, 尤其当看到林童为了我哥儿自杀时, 我的震惊和悲痛无以复加, 哥哥走了, 我们绝不能让他深爱牵挂的妻子过不好, 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共识, 而我妈当时悲痛过度, 犯了心脏病, 身体虚弱不堪, 奶奶在老家又住进了医院, 心力交瘁的爸爸, 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我果断把我在国外, 已经小有起色的公司, 转卖给了一个朋友, 从此留在了国内, 自杀或就却伤了身体, 身体状况很不好的林童, 她没有家人管, 我妈撑着病体要留在北城照顾她, 我就也必须留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俩, 谁知道意识不清的林童, 竟把陪在我妈身边去医院看望她的我, 认成了我哥, 她哭着抱住我, 说幸好那天我没有请假去给她过生日, 幸好那天的车祸只有她一个人, 她说她做了一个很不吉利的噩梦, 她说幸好我好好的平平安安的, 没跟她一同坐在那辆恐怖的车上, 否则她真的活不下去, 在我妈暗暗时给我的眼色下, 我猛着安抚住她的情绪, 直到她哭着睡着后, 我们去问了医生, 才知道她病了, 大脑出于应激保护, 而出现了认知错乱和记忆错乱, 她什么时候会康复, 或者她还能不能康复, 都是未知数, 医生说有的病人受到太严重的刺激和伤害, 一生都是这样错乱的状态,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妈那天哭着抱住我, 她说她对不起我, 她想委屈我假扮我哥, 让林童重拾活下去的勇气, 我哥既然宁死都要护着他活, 如果我们作为我哥最亲的家人, 不去实现他的心愿, 我们怎么对得起我哥, 想着我哥, 我心痛难忍, 也落了泪, 我说, 妈你说什么呢, 哪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 我就是为我哥去死我都不带眨下眼的呀, 我唯独觉得对不起的, 就只有我的未婚妻许悠悠, 我们是在国外认识的, 一次华人圈子的聚会上聊起来, 意外发现她和我哥还有林童, 竟是大学校友, 我们的关系一下子就亲近了许多, 她也是个学霸, 是靠着全额奖学金在国外深造, 我则专心搞事业, 我们无论脾气还是三观都格外的合派, 感情非常好, 可是眼下家里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我不可能再去国外了, 我把事情的原委如实告诉她, 我说我要暂时代替我哥去照顾我嫂子, 而照顾多久, 我也不知道, 全看她的病情, 本以为我会迎来她的怒斥和哭诉, 甚至分手, 没想到她却哽咽着对我说, 有难同当, 她会陪我一起照顾家人, 绝不让我一个人扛, 她春节前会申请长假回国, 然后毕业后也将留在国内, 我们在哪里, 她就定在哪里, 她父母在她初中时车祸离世, 她有奶奶带大, 而奶奶去世后, 她也便没了亲人, 所以, 她听到我歌出了这样的事, 格外共情, 我的眼泪狂流不止, 短短几天之内, 从前不知流泪是什么滋味的我, 眼泪一下就变得不值钱了, 有了爱人的支持, 我便开始刻意模仿我哥, 配合我妈一起给林童编造我哥还活着的假象, 可和我哥性格迥异的我, 根本学不来我哥的样子, 所以我根本不敢看林童的眼睛, 我只能穿着我哥爱穿的衣服, 拼命学着我哥的言行举止, 努力哄住她, 可是一想到晚上, 我立刻压力大到腿软冒汗, 我怕她对我提出亲密要求, 我不停不停地在脑子里演练, 我该怎么拒绝她才不会被她怀疑, 也不会惹她生气, 或许是我们的患难打动了老天, 我们在那天傍晚被医生告知, 林童静怀有四周的身孕, 我妈在瞬间的愣证过后, 浮在一半式的墙边哭得像个孩子, 我也一样, 泪流满面, 真好, 我哥他总算给我们留了希望, 让我们大家破碎的心, 能有个信念坚定支撑下去, 而且, 这也解决了我过夜的大难题, 出院后, 以林童需要保胎为由, 我每晚都直挺挺像个僵尸一样, 小心缩在远离林童的床边, 一动不动半睡半醒地熬过长夜,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悠悠回国了, 我早就在同一小区, 给他买好了一套业主急出的刺心房, 位置刚好在我哥家的对面, 我忍着不敢去看他, 我们俩只在深夜, 才敢发几条互相思念鼓励的消息, 然后立刻就删掉, 可是腊月二十五那天开始, 他得了重感冒, 发起高烧, 我实在放心不下, 才和我妈打好招呼, 每天下班后偷偷去照顾他, 也正因他在病中, 除夕夜那晚, 我万般心疼他一个人孤零零过年, 才忍不住和他多聊了几句, 却被林童撞破, 酿成大祸, 尽管悠悠极力配合我和我妈圆晃, 可林童到底还是因此知道了我哥去世的真相, 而再一次崩溃住进医院, 我悔恨不已, 我当时想, 要是万一林童在自杀, 或者我哥的孩子出了事, 我一定会同我自己挤刀给他们赔罪, 万幸后来林童有惊无险, 孩子也安然无恙, 林童比我们想象的更坚强, 更善良, 我每次给我哥扫墓的时候, 都会告诉他, 我们一家人全都好好护着林童和孩子, 让他安心, 时光飞逝, 转眼就是二十年, 这儿大了, 父母没了, 林童也病倒了, 那是一个特别寻常, 而又格外令我们心碎的夏日清晨, 林童手里紧紧抱着我哥的照片, 含笑长眠, 我和悠悠忍痛把他和我哥合葬, 我还没开口, 悠悠便对我说, 从此, 陆瑶就是他的亲儿子, 我又一次, 哭得不成人样, 我陆明泽这一生最幸运的事, 就是拥有这世上最好的一家人, 如果有来生, 我们还要做一家人, 陆明占番外, 我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 有可爱顽皮的弟弟, 和疼爱我们兄弟的父母, 生活顺风顺水, 从不曾想象过, 身边竟真会有不爱自己孩子, 甚至伤害孩子的父母, 我以为那都是新闻里极少有的事情, 没想到我心爱的女孩, 竟有着那么不幸的遭遇, 可她纵然未被生活善待, 却拥有一颗善良柔软的心, 不管遇到什么事, 她总是先替别人着想, 让我常常觉得, 我这个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 跟她一比, 实在是逊色得多, 她有太多太多令我着迷的地方, 而幸运的是, 我为数不多的优点也在吸引着她, 所以当她终于答应做我女朋友那一刻, 我兴奋地把她抱起来, 连着转了好几十圈, 最后差点转晕, 把她扔出去, 幸好我体力够好, 在我们俩摔倒前一秒, 我用身体接接实实护住了她, 让她倒在了我身上, 如此中二的恋爱开启方式, 惹得她窝在我怀里, 笑得喘不上气, 而我就喜欢看她笑, 她受过那么多的苦, 我要用我的温暖, 一点一点遮住那些苦, 让她往后的日子, 只剩甜, 可惜, 我终究还是没做到, 离开她的那一天, 我的灵魂不知怎么就飘到了空中, 我眼看着她哭得晕倒在血流成河的车子里, 心如刀脚, 却连抱抱她都做不到, 黑白无常来锁我的时候, 我求他们给我点时间, 让我亲眼看着我的爱人走出阴霾重获幸福之后, 再把我带走, 可能是我哭得太难看, 震撼到了他们, 也可能是听说我愿意用来生二十年阳寿, 换取我再陪彤彤二十年, 总之, 他们答应了我, 他们说我为救人而死, 功德不上寄我一笔, 可以魄力满足我这个心愿, 只要我不在人间为非作歹伤人性命, 便二十年后再来锁我回地府投胎, 二十年, 我想足够了, 甚至也许三年, 五年, 最多十年, 彤彤就该走出来了, 我想我只有亲眼看到她过的幸福, 才能安心去投胎, 可我哪里会想到, 彤彤她竟那么傻, 她居然要随我而去, 那一天, 我一遍又一遍生死力竭地阻止她, 却依然眼睁睁看着她, 在我眼前结束了生命, 我疯了一样地飘来撞去, 终于在竭力的疯狂中等来了值班医生, 及时把她救了回来, 她醒后, 却把小泽认成了我, 她一遍一遍地哭着, 说那天的车祸我并不在场, 说我一定会好好地平平安安的, 说她没有我不能活, 我无力缩在墙角, 捂着流不出泪的眼睛, 心如刀割, 直到后来她睡了, 我看到小泽在医院走廊里, 抓耳挠塞的范畴样, 才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便很想哭, 因为我的童童, 她病了, 病得很重, 而我深爱的家人, 我的妈妈和弟弟, 竟为了保护童童, 甘愿做出那样的决定, 尤其小泽, 她明明有心爱的未婚妻, 却硬生生为了我和童童, 让自己和未婚妻受委屈, 可我却是个没用的魂, 连鬼都算不上, 鬼好歹还能扇阵风, 跟他们互动互动, 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我只能每天飘在他们身边, 默默看着他们, 陪他们哭, 跟着他们笑, 二十年, 七千多个日日夜夜, 我每分每秒都守在童童身边, 可是她却从来不知道, 我们的宝贝路遥出生的那天夜里, 我寸步不离守在童童的床边, 吻着她疲惫而憔悴的眷容, 心疼不已, 我看着她, 撑着虚弱的身子, 紧紧抱着我们心爱的宝贝, 听着她流着泪哼唱, 我的亲爱的,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个人过一天, 像过一年, 海的那一边, 乌云一整片, 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 可是亲爱的,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她的每颗泪, 都狠狠砸在我心上, 我用力抱紧她和宝贝, 哽声告诉她, 我在的, 童童, 我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守着你, 二十年, 七千多个日日夜夜, 我心碎地看着她, 每一日在家人面前撑出笑脸, 独自回房时, 黯然泪下, 我知道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我知道支持她活下去的只是责任, 我知道她过得非常非常不快乐, 而她的每一分不快乐, 每一滴泪水, 都是压在我心头的重视, 所以我又用十年的阳寿, 去祈求黑白无常让我入家人梦中一夜, 黑白无常挥挥手, 如了我的愿, 我在梦中告诉童童, 我们的陆瑶被她教育得很好, 我都看到了, 我很开心, 我如今最大的心愿, 是希望她能打开心结, 接受一个能照顾她余生的人, 开启新的生活, 她抱着我拼命摇头, 只是哭着要我不要走, 哭到我心碎, 我又跑去小泽和我妈的梦里, 让他们把靠谱的男人多介绍给童童一些, 哪怕只是交个朋友聊聊天都好, 因为只有让她一步步走出失去我的阴影, 她才有获得幸福的可能, 小泽的行动力十足强, 转天就开始张了, 可是每一次都被童童拒绝, 日子久了, 小泽垂头丧气, 对着我的照片碎碎念, 哥, 你就别操心了, 就随嫂子去吧, 气得我很想垂他两拳, 平时的奶奶都哪去了, 这点事都做不好, 真是白疼这个臭小子一场, 二十年, 七千多个日日夜夜, 明明听上去很久很久, 却转眼就到了期限, 父母走了, 路摇大了, 童童美丽的脸上, 也生出了许多的皱纹, 我知道, 永别即将在眼前, 而我滞留人间最后的那个夜晚, 竟巧合的是我们出狱的纪念日, 童童自然也记得, 他那天很美很美, 一如初见, 我陪着他一起翻我们的老照片, 看我们往昔的视频, 听他跟我讲路摇成长的趣事, 我抱着他, 吻着他的泪, 很想告诉他, 你所有的一切, 我都知道的, 亲爱的童童,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除了现在, 我看着天边快要升起的起明星, 知道黑白无常就要把我带走的时候, 扭头深深看了童童一眼, 谁料就这一眼, 竟让我红了眼睛, 他竟然抱着我的照片, 吞下了药片, 傻童童, 你竟心有灵犀至此, 知道我今夜要和你永别吗, 我急不奔到他床边, 轻轻叹息, 童童, 你不听话, 我看到他的灵魂一点点地, 离开了他的身体, 于是我含笑向他伸出手去, 他一下子扑进我的怀里, 紧紧抱住了我, 泪水洒了我满身, 真好, 阿湛, 你还在我身边, 是的童童, 我一直在你身边, 也终将, 永远守在你身边, 我这一生虽短, 却有幸拥有了最好的家人和爱人, 永世无憾。